新北市一名阳系男子跟朋友合伙 投资虚拟货币 后来朋友想要终止合约 他要求把原本投资的700万元收回 结果对方只还他20万元 阳系男子一气之下就找来八名小弟掳人 埋伏在对方家中的附近 一看到人一下计程车就立刻将人压上车 还好是计程车司机看到这一幕紧急报案 警方寻现在两个小时之内将人顺利就除 大批警力冲进公僚把鲁人嫌犯统统压制在地 另一头穿着黑色上衣牛仔裤 双手被反绑的男子正式遭鲁的寄信被害人 他搭计程车回家 没想到一下车就遭一群黑衣人强压上车 把他载到新北市中和一处公僚 以棍棒攻击又持到恐吓 但嚣张扼煞们没料到鲁人过程 全被一名小黄问奖募集 他第一时间报案 警方沿线追查 两个小时就逮到人 杨贤主贤和寄信被害人 原本是朋友关心 两人合伙投资比特币 前后投注大约700万 后来寄信被害人想终止合约 杨贤要他退还资金 对方却说钱被助理卷走 只还得了20万 主贤怀疑资金是被朋友私吞 气得找来同伙 把人强行录走 杨贤怀疑被害侵吞款向而产生纠纷 并要求支付高额的巨款 26岁的杨信主贤来头可不小 他是四海帮前帮主杨德云的儿子 曾涉及多起防害自由案件 这回又因为金钱纠纷 涉嫌恐吓取财和防害自由 遭到移送法办 还跟好朋友彻底撕破脸 记得许姐张元杰新美食采访报道